一句句冰冷的遗体从丧府中抬出,准备送往埋葬。 这起昨天发生在双西大年,父亲杀死三名子女在自尽的家庭悲剧。 四名死者的遗体,今天早上11点送往巴黎沙路的印翼公种埋葬。 一众亲友,包括小死者的外婆,难免悲伤,在灵鹫旁哭泣。 男死者的胞弟罗肯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,他的哥哥是一名有爱心和爱子女的好人。 相信是太想念刚去世的妻子,在孤单和想不开的情况下,才会走上不归路。